严承旭新剧片段因尺度太大 在山真的是太遗憾了 女主的感样程度简直是不被楷模 直在小说里看见过的侯杰文终于有人拍了 当然严承旭也不差劲啊 听说这身材可是靠每天吃水煮菜换来的 杰奈文有着完美身材加持 认识看了不得撒撒 不止这些还有座椅吻西架吻 我一度怀疑删减掉的片段才是剧组真正想拍的 哪个都拍得让人脸红心跳 这可能才是成年人该看到偶像剧吧 就连严承旭本人谈到剧情时 都是嘴在前面飞脑子在后面追 真的肉眼可见的脸红 车上的戏可以剧透一点吗 我们唱很多戏 也是说被删的 他可以播 就是直播 敬请期待 我觉得车上那个拍 谁能想到快50岁的袁程序 拍摄偶像剧 竟然还犹人犹豫 尤其是这种还带着满满艺术感的 让人在画室里发生的故事 每次都一言难尽啊 问题是他们演的还很自然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讲信真做了 不过了解严承旭的人应该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不怎么觉得自己帅的人 距离很多和女主互动的桥段 都要导演和编剧一遍又一遍地指导 天上一个脱衣服的戏份都拍了十六七遍 我能拍到严承旭我死而我怕 这部剧的编剧真的很爱严承旭 说三句话有三句话都在跨严承旭 他坚定地认为只有严承旭能拍出他想要的小孩 自己的偶像来拍自己写的偶像剧 这恐怕是注意性的最高巅峰了吧 是的 当年所有爱到民宿的人 20年后还会爱上小孩 为了宣传剧 严承旭去了刘更宏夫妇直播间里跳操 还一起复刻了夏花公主报 线下活动也举办在情人节那天 严承旭为粉丝吃巧克力 是谁也羡慕了我不说 好了 今天就是为严承旭心动的一天 我们永远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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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就被穿断裙